他们只是想给鲨鱼做个开炉 没想到他突然一个鲤鱼打挺 随后就没了动静 原来鲨鱼已经被麻烦了 刚刚只是做了个噩梦 他们把一根40米的针管插入脑子 吸出了一些脑蛋白 然后通过和细胞进行融合 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 可就在这时 鲨鱼突然醒来 一口就把老白的手臂吃了 强哥一看立刻拿出武器要射杀他 但小美为了实验 按了开关放走了鲨鱼 强哥赶紧呼叫医疗人员 直升机很快到达 他们把老白绑起来往上吊 结果绳子却卡在了那里 老白一下子吊到了海里 等待多时的鲨鱼直接吞进了肚子 然后用力一拉 直升机就击毁人亡了 实验室也变成了一片火海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让他们更绝望的事情出现了 直见鲨鱼叼着老白冲了过来 一甩头扔到了玻璃上 巨大的力量让玻璃瞬间破裂 汹涌的海水彻底湮灭了这里 几人逃到一个小屋 用尽全力关上了铁门 老板开始训斥小美 因为这鲨鱼明显不对劲 原来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脑蛋白 于是给他们注射了药物 这让鲨鱼的智商和暴力程度提高 如果不出意外 鲨鱼一定会再来报仇